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点 表明背试医单位 在收入确认方面 可能存在舞弊风险的迹象 那既然是舞弊风险的迹象 那有这些迹象 就也可能有那些迹象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些迹象 你也不要一条一条去背 只要看到某一条说 你能理解它 看到这种情形 我确实要意识到 可能有销售与收款相关的中大创风险了 那么同样类似情形 如果出现在综合体的事项当中 相信你也可以识别出来 没有人会让你去默写这些内容 好 那么关注 存在舞弊风险迹象 存在舞弊风险迹象 并不必然表明发生了舞弊 但是了解舞弊风险迹象 有助于筑块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这个异常情况产生 从而呢更有针对性的去采取应对措施 就是你看到我们以下要说的舞弊现象 不代表说就发生了这个舞弊 但是当你意识到有这些舞弊迹象的时候 那你自己要保持这种警觉 因为它是可能有舞弊的对吧 接下来还要采取这个更有针对性的这个应对措施 好 那么通常表明 被审计单位啊 在收入确认方面 可能存在舞弊风险的迹象 舞弊风险迹象 那么有哪些方面啊 和销售客户相关的啊 销售客户方面出现异常的情况 就从客户出发 还有呢从交易出发 销售交易方面出现异常的一个情况 还有销售合同 单据方面啊 出现异常的情况 还有销售回款方面 回款方面出现异常的情况 还有备审计单位啊 通常会使用这种货币资金 去配合收入舞弊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资金要有回款 然后这个资金呢 是先通过一些虚假的一些交易啊 让资金流出起来 然后再实现回款 所以使用货币资金去配合收入舞弊 那么住款啊 也需要关注 资金方面啊 出现了异常情况 那还有就是 其他方面啊 出现异常的情况 好 那我们把 这六个方面啊 我们进行展开 那对于这个迹象呢 还是那句话 不用去背他 看看每个迹象 理解是什么意思就可以 好 第一是 销售客户方面 出现异常的情况 包括 B 销售情况 与客户所处的行业状况不符 例如 客户所处 行业景气度下降 但对该客户的销售 却出现增长 因为疫情 我这个客户 这个整个行业都不行 但是我 21年 对这个客户的销售 居然还在上涨 又如销售数量 间接或超过客户 所处行业的一个需求 好 然后第二 与同一客户 同时发生销售和采购交易 或者与同 受 一方控制的客户 和供应商同时发生交易 难免就让人怀疑说 又向他销售 又向他采购 其实就是 觉得这个资金回款 麻烦对吧 我通过采购 再把钱打给他 然后再让他打给我 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让人觉得好像 这笔销售他就虚构了 好 然后第三 交易标的 对交易对方而言 不具有合理的用途 就是我分析这个客户 他刚成立的 怎么就需要一下子 从我这 采购一千万的货物呢 对吧 我这个买的东西 这个客户 我看他的这个经营啊 好像也不需要啊 好 第四也是类似的 主要客户的自身规模 与其交易规模不匹配 你买这么个东西 跟他自身的规模 根本不匹配 好 然后第五 与新成立啊 或者之前缺乏 从事相关业务经历的客户 发生大量 或者说大额交易 或者与原有客户 交易金额出现啊 不合理的一个 大额的一个增长 还是从客户那边出发 缺乏从事相关 业务经历的客户 对吧 却跟我发生了 大量或大额的交易 那么这些交易 可能就是虚构出来的 好 第六与关联方 或疑似关联方客户 发生大量或大额交易 第七与个人个体工商户 发生异常大量的交易 因为这个个体 个人 这种啊 个体工商户个人啊 这种企业比较好成立 啊 我随便成立一家 对吧 跟我发生大量的交易 那么明显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去虚增收入 好 第八 对应收 款项占领长 回款率低 或者缺乏 还款能力的客户 人去放宽这种信用政策 明显觉得这个钱 都收不回来了 应收账款 这个回款率啊 会很低 我还继续 给他设购 那么就为了盲目的 扩大销售 但是你这个钱收不回来 你有收入 又有什么用呢 好 让第九 倍是你单位的客户 是否付款取决于 下的情况 第一 能否从第三方 得到融资 我这个客户压根就没钱 虚构的嘛 虚构的交易嘛 能不能回款 大家要你企业想办法 帮我把钱弄出去 对吧 能否转售给第三方 还有 被审认单位 能否满足特定的重要条件 直接或通过关联方 为客户提供融资 担保 你说你买 卖东西 给客户 你干嘛要给客户去 提供融资担保呢 你不还是就是希望 让客户跟你发生这笔交易 让他还钱 别担心 我有这个关联方 给你提供融资担保的 你没钱的时候 你借到了 你再给我打款 我就是想要 跟你发生这笔销售交易 就类似这个意思 好 这是从客户这个段出发 接下来从交易段 销售交易方面 出现异常情况 包括在临近期末时 发生了大量或大额的交易 到年底的时候发现 这个收入量没有达标 那就在年底的时候 去舞弊收入 好 然后第二 实际的销售情况 与订单不符 或者根据 已取消的这个订单 发货或者说重复 发货 好 然后第三 未经客户同意 在销售合同约定的发货期之前 去发货商品 或者将商品运送到销售合同 约定地点以外的其他地点 好 这个就让人感觉 哎 约定的发货期之前 就去发送商品 那么是不是为了啊 提前去人收入 然后是在约定地点以外的其他地点 哦 我租的那个仓库没租到 要换一个租赁 因为一般客户 他不怎么会随便换地址呢 如果说真实客户的话 对吧 好 然后第四啊 被试尼单位销售记录表明 已将商品发往外部仓库 或者货运代理人 但是却没有指名任何客户 那么这个客户可能就是虚构了 好 然后销售价格异常 例如 明显高于或者低于被审计单位和其他客户啊 之间的这个交易价格 好 然后第六啊 已经销售的商品在期后有大量的退回 好 就这笔销售交易不太正常吧 好 第七 交易之后长期不经结算 因为是虚构出来的收入 营收账款 没有人回款啊 对吧 好 这是从交易段出发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合同单据方面的 就是销售合同单据方面出现异常情况 包括你看这个销售合同 未签字改章 或销售合同上加盖的公账 并不属于合同所指定的扣 这个虚构的这个合同 诶 罗布章没有刻好 把这个名字写错了 好 然后第二 销售合同上的重要条款 交货地点 付款条件 缺失或忙 模糊 因为我虚构的合同嘛 没人真的去跟我 核实这个合同的内容 对吧 以至于说 没写交货地点 付款条件 都没人发现 好 然后第三 销售合同中的部分条款或条件 不同于倍时尼单位的标准销售合同 或者过于复杂 好 第四 销售合同或发运单上的日期被更改 你说这个合同发运单的日期怎么可能随便改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我想要在这个时候确认收入 我实现不了那我只能去改这个原始单去了 好 第五 在实际发货之前就开局销售发票 或者实际还没有发货 而开局销售发票 因为这比销售本身就是叫虚构的 我就指望着赶紧开票赶紧入账 第六 记录的销售交易未经恰当授权 或者缺乏出库单 或印单 销售发票等 证据支持 好 第四方面 是销售回款方面出现异常情况 就是这个应收账款 就回款方面包括低 应收款项收回时 付款单位预约 购货方不预致 存在较多的代付款 为什么代付款 因为这个客户压根不是一个真实的客户 他能不能付钱 需要看我这个企业资金有没有转出去 那我资金转出去 那就是一个代付款方 可能这个代付款方 我也懒得把钱再打给我这个虚构的客户了 就直接我就支付了 这就叫代付款 好 第二应收款项收回时 银行回单中的摘要与销售业务无关 因为压根不是我这个客户付的钱 对不对 或者说确实是我虚构客户支付的 但是因为这个交易不是真实的 他也没有去写什么支付货款之类 反正就是舞弊没舞弊到位 好 第三对不同客户的应收款项 从同一付款单位收回 那么这个同一付款单位 其实就是我的观念方法 我起把资金转出到这个付款单位 然后付款单位再打钱 作为这个虚构收入的一个回款 好 第四经常采用多方债权债务抵消的方式 去抵消应收款项 因为没有真实的客户 没有人给我真正的回款 那么应收账款只能说再虚构一笔采购 再给相关的这个负债去抵消 好 第五 这被审言单位通常会使用货币资金配合收入舞弊 那么住块需要关注货币资金方面的一个异常情况 包括 通过 虚构交易 套取资金 虚构交易 套取资金 之前我们讲过方式 什么 虚构 股权投资 虚构 这个采购 这个资产 这个借方 长期股权投资 借方这个 长期资产都假的 对吧 为的就是能够带银行从来让资金出去 好 然后第二 发生异常大量的现金交易 或者被审言单位有非正常的资金流转及往来 特别是有非正常现金收付的情况 第三 在货币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还 大额的 举债 因为他需要 这笔资金 用于虚构交易的回款 好 第四 被审言单位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连续几个年度进行大额的封口 就是迫不及待的让这个资金流出气 好 第五 工程实际付款进度明显快于合同约定付款进度 还是 那个目的 就是为了让资金流出气 来完成 虚构销售收入那个资金的体外循环 好 第六 与关联方或疑似关联方客户发生大额的资金亡 好 第六点就是其他方面 出现 异常的情况 那么 包括 第一 采用异常与行业惯例的收入确认方法 就为了实现高估收入的这个目的 对吧 我就用不一样的收入确认方法 好 第二 与销售和收款相关的业务流程 内控 发生异常变化 或者销售交易 未按照内控的规定执行 好 然后第三 非财务人员过度参与与收入相关的会计政策的选择 运用啊 以及重要会计估计的一个做出 好 然后第四 通过实施分析程序 发现异常或者偏离预期的这种趋势 还有关系 好 第五 被审计单位的账簿记录与巡政案回函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啊 重大或者说异常的有差异 通过跟这个客户对账啊 发现账簿记录跟回函就客户回函之间这个信息有差异 那么可能通过应收账款啊 查出他的金额有问题 进而查出啊 营业收入方面的问题 好 第六 在被审计单位业务或者其他相关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巡政还回函相辅比例却明显异 以前年度 没有那么多的客户给我回函了 对吧 因为好多客户是虚构的嘛 然后第七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不允许住块去接触 可能提供审计证据的特定员工 客户 供应商或者其他人员 因为舞弊心里很慌嘛 不像你去做一些调查的一些工作啊 好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企业收入舞弊出现的一些迹象 那么这些迹象我们归到 跟销售客户方面相关的 销售交易方面相关的 销售合同单据方面的异常 销售回款方面的异常 还有结合货币资金来实行 以及其他方面出现的这个异常 那么这些内容呢 也是用这种小点的形式给大家拓展了 不用每条去记 好吗 看着每条 差不多能理解就可以 那舞弊迹象这块就过了 我们看一到2016年的单选题 下列有关收入确认的舞弊风险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关联方交易比非关联方交易 更容易增加收入发生认定 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 对的 我们在 高估收入的手段里面 有一条 是进行显示供应的交易 其中就包括与关联方发生交易 卖给别人10万 卖给关联方100万吧 好 然后B 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 倍是你一单位啊 收入的发生认定 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 通常大于完整认定 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 那你一看到 盈利为目的 你可能就觉得是对的 但是什么企业经营 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呢 除非就非盈利性组织 对吧 我们大部分企业经营 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但是以盈利为目的 它不一定要去啊 高估收入嘛 对不对 所以未必 收入的发生认定的舞弊风险 就比完整认定高啊 如果说 这个企业 它就想通过 低估收入降低税负呢 那么完整性的舞弊风险 也会高 对吧 所以B啊 不对 好 C 如果被审认单位 已经超额完成 当年利润目标 但是预期 下一年度的目标 较难达到 表明收入的截止认定 存在 舞弊风险的 可能性啊 较大 对吧 截止认定嘛 因为今年达标了 预期下年 很难达到目标 那我就会把 今年的收入 推后到下一年 确认啊 好 D 如果被审认单位 采用完工百分笔法 确认收入 且合同完工进度 具有这种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那么表明收入的准确性认定啊 存在 无比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像这种用完工百分笔法 确认收入 这个应该确认的收入 就应该是 合同金额 乘以总的完工百分笔再减去 以确认的收入 那么这个 合同 百分笔啊 完工百分笔 如果确认的不对 不确定性高 那么这个收入的金额有问题 所以收入的准确性认定啊 就存在无比风险 好 所以这道题目啊 错误的选B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 对收入确认实施分析程序 那么我们现在 是在评估销售与收款相关的 重大创风险 对吧 所以这个分析程序 它其实 就是在风险评估阶段啊 使用这个分析程序 那么具体怎么用啊 在收入确认领域 数字会计是可以 实施分析程序的这个例子 包括啊 就怎么来在风险评估阶段 用这个分析程序呢 第一 将账面的销售收入 销售清单和销售 增值税的销项清单 去进行核对 就你像增值税 销项税跟收入之间 它是有这个比率关系的 对不对 有比率关系啊 你可以把增值税 销项税清单的这个销项税 除以这个税率 作为销售收入的预期值 再给账面的销售收入啊 去进行比较 所以第一 是的 好 然后第二 将本期销售收入金额 与以前可比期间的 对应数据啊 或者说预算数 进行比较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分析程序啊 这个预期值 我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 以前 可比期间的 或者说用的是这个 预算数啊 因为我分析程序 其实 思路是什么 就是 我建立的预期 去跟账上的数据 去进行比较嘛 那么第二个方式 其实就是 我把以前同期数据 把预算数啊 作为我的预期值 跟账上去进行比较 好 然后 下面啊 第三 分析月度 或者季度的销售量 销售单价 销售收入金额 毛利率的一个变动 其实就是结合 这个企业啊 这个经营的 季节性 周期性 我看 这个月度和季度的销售量 单价收入 符不符合这种季节性 周期性 好 然后第四啊 将销售收入的变动幅度啊 与销售商品 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存获税金等项目的变动幅度 比较 您看 确认收入的同时 去节转成本 对应还有税金 对吧 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带营业 主营业务收入 带营交税 除非营销自制税的销项水 所以你看 这个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 包括和这个税金 它们之间 都有勾及关系 当然借方也可能 不一定是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如果是限销 那就是 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 对不对 好 那么确认收入的时候 节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存获 所以这些报表项目 会计科目之间 它们都有这种勾及关系 好 第五 将销售毛利率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周转率 存获周转率 等关键草务指标 与可比期间的数据 预算数 或者说同行业 其他企业的一个数据 去进行比较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变一下标杆 我就不直接用收入 去跟往期 去跟预算 去比了 我换成 这个指标 比如说毛利率 对吧 营业收入 解营成本 出营业收入 这个毛利率 今年的毛利率 去和去年 或者去和预算数去比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的周转率 存货的周转率 去和 去年 去和预算 同行业去比 也就是我还是把 也就是我还是把 往期的数字 运较述 运较数量 等非财务信息之间的关系 举个例子吧 我根据 我根据你账上的这个营业收入 我推出 就是我这个固定资产 就是我这个固定资产 24小时满负荷运行 以及销售机构的设置规模 数量 分布 什么意思 正常 广告 打得越多 收入越高 对吧 所以这个营业收入 这个销售收入 跟销售费用之间 它们应该是正向观的一个关系 那你通过分析 销售费用的一个变动 来对销售收入的变动 做出一起 所以这个1234567 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 在识别评估 销售与收款相关 重大错号风险时 用分析程序 我怎么去分析 我用什么标杆 用什么数字 作为预期值 怎么样去识别 这个重大错号风险 好 注意这个七小点 那么这个七小点 在后面 讲营业收入的实际程序 是你还会看到 因为这个七点 这种分析的方式 同样可以用于收入的 实质性分析程序 好 那么我用上述的方法 我建立预期 只要账面和预期值 去进行比较 发现了这个差异 那么如果发现异常 或者 先离预期的趋势 或者说关系 那么铸块 可能采取的调查方法 发现了 比如说这个 账面书跟预期值 差距很大 那么我们分析程序 还包括去调查差异 不是说发现差异 就结束来去调查差异 那具体怎么去调查呢 但这里 也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不是说我这个调查 就这些方式 只是举的例子 第一 如果注册会计师 发现 被试一单位的 毛利率变动较大 或者 与所在行业的 平均毛利率 差异较大 我这个预期只用的是 行业平均毛利率 那我现在 账面的毛利率 和行业毛利率 比较差异较大 那么注册会计师 可以采用 定性分析 与 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一个方法 从这个 行业及市场变化趋势 然后产品销售价格 和产品成本 要素等方面 去对毛利率 变动的合理性经济调查 什么意思 我发现 我账上的毛利率 跟我实际 预期的那个不符 那么毛利率 是不是受 单价和单位成本的印象啊 是不是受 整个行业市场 变化趋势的影响 那我就从这些 细分的要素 去分析原因 我毛利率 到底有没有 重大则分析 好 第二 如果注册发现 应收账号 合同资产预额较大 或者这个增长幅度呢 是高于 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 那么注册需要分析 具体原因 比如说 奢销政策和信用期限 适合发生变化 比如说 我放宽 信用条件了 那么导致啊 我这个应收账款 增长幅度 比营业收入更高 并在必要时 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因为现在 我是 应收账号 合同资产的增长幅度 高于销售收入嘛 那万一这个信用期限 信用政策 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这个 应收账款 或合同资产高估了 那么针对应收账号 合同资产的高估风险 就快可以去扩大 寒震比例 然后增加 截止测试 和期后收款测试的比例 还有 使用与前期 不同的出售方法 实地走访客户 就是我怀疑 这个应收账款 是虚构的嘛 所以你看啊 分析程序 帮我识别出 异常之后 那么接下来 我注快就要把这个异常 去跟重大 错号风险领域去挂钩 那么再接下来 针对可能存在的 重大错号风险 我注快就要去设计 进一步的 删计程序 好 然后第三 如果注快发现 倍生一定会的收入啊 增长幅度明显 高于管理层的预期 是收入增长幅度 高于预期了 那我可以啊 采取进一步 行程序 是什么 你看 异常发现 重大错号风险 然后再采取程序 对不对 可以去询问 管理层的啊 适当人员 并考虑啊 管理层的这个答复 是否与其他的身体证据一致 例如 如果管理层啊 表示收入增长是由于 销售量增加所致 这是我通过询问 管理层得出了答复 那我们说询问本事不足以 提供充分上证证据 对于这个答复 我注快要去验证 是不是真的销量增加了 好注快可以调查 与市场需求相关的情况 这就是针对识别出的 重大错号风险 我注快去设计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好 那么关于啊 识别评估销售与收款 循环重大错报风险 这一讲就结束了 那从下一讲开始 我们就要进入到 销售与收款循环 风险应对程序的学习 那么首先是控制测试 然后再是 实际程序 好 关于销售与收款循环 重大错报风险 评估这一讲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